我看到的那種 一根狗狗的 我都不願意給他 而搶劫斷人手掌 凶嫌父親說 蔡犯帶壞他 搶劫砍斷電源手掌 嫌犯只有17歲 第一次說 將希望都放在他的後面 那要求電源付錢拿出來 怎麼會做這種事 他的父親聲淚俱下 做工 做工做的 對啊 你如果一個家 不敢這樣 這樣做工 我也要幫他 這個蝴菇 你把他拚一下 拚一下 然後你把他拚一下 爸爸說蝴菇在樹林賣菜 常叫兒子沒種 偏偏兒子有情緒障礙 才會被煽動 那過程中他自己本身 也誤傷了自己 但逃回家阿嬤發現 他全身是血 他還說是打架弄得 縫一縫就好 他的父親叫救護車 叫他送一 並報警 而只是搶盜砍人的事 才曝光 一家裡那邊 一家東區 我們也要把他打架 土法中心情北報導